把一段铁轨裹在身上是什么感觉 法国人可以告诉你 因为他们发明了这个 勉强可以算得上是坦克的东西 干什么用的呢 可以踏平铁丝网碾过壕沟 这两样东西可是开创了人类战争的新格局 而法国人差一点就用他们不着边际的脑洞给破解了 1914年法国著名的工程师路易斯·博伊拉特 凭着自己积攒了20年的铁路设计经验 制造出了一台可以永远开在轨道上的奇怪机械 它左右各有六段连续的轨道中间 则套着一个三角形的动力核心 通过一系列的轮子和链条 80匹的马力就能够源源不断的从核心输送到轨道 使它缓缓前进稳稳的亚平铁丝网 轻松跨过壕沟了 在战场上那就是畅通无阻啊 要是用它来打头阵 后面再跟上步兵 岂不很快就能干到敌人的老家了 想的是挺美的 但伯伊拉特忘了给他加上一扬最重要的东西 装甲 你看啊 他就是那么镂空着的 谁开着他呢 谁就要第一个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再加上其无力吐槽的每小时1.6公里的归宿 和几乎不能够改变方向的转向机制 法国战争部说 咱还是算了吧 但伯伊拉特还想要博弈吧 于是开发出了第二个版本 他更紧凑更轻盈 关键是驾驶室终于有了装甲的包裹 也终于能够比较方便的转向了 虽然转弯半径也达到了夸张的100米 好吧 这一下战争部能够看上了吧 抱歉 陆军说 你那点本事呢 我找一条毯子就搞定了 速度还不知道要比你快多少倍呢 把材料省下来 找枪吧 M1坦克炮管尖尖上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看起来很像一支枪的准心有没有 所以它也是炮管的准心咯 然而并不是 虽然它的确起着保证设计精度的重要作用 但不叫准心 而叫做炮口参考传感器 MRS 它是干什么的 先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美国炮兵单位里面有一个高级职称 叫做炮手大师 想要获得这样一个称号呢 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培训 并通过追踪的考试 80年代初期 培训课程里面有这样一个有趣的项目 教官会将一支粉笔 粘在一辆停在太阳底下的M60坦克的炮管上 然后把炮管怼到一张黑板上 接着等待24个小时 当太阳落山 月亮升级 又迎来了第二天的日出之后 你猜猜看 粘着粉笔的炮管 会在黑板上画下什么样的图形 一个圆圈 是的 又重又长的坦克炮 放大了热胀冷缩的影响 在不同的温度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射击阶段 其炮管的弯曲程度呢 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不知道这个不掌握补偿它的方法 怎么能够成为大师呢 当年的M60要靠原来矫正 而如今的M1就靠它了 MRS会投射出一个瞄准无限远的十字图案 而炮手瞄准距里面也有一个同样的十字图案 它们之间的偏差就是准值之间的偏差了 当炮手调整瞄准距里面的十字 与MRS的十字重合时 就把偏差值输入到了火控系统里面 于是下一次开火 由炮口弯曲带来的设计误差 也就被纠正归零了 尽管坦克的履带就是为了更好的支撑 它上方拿数十吨重的钢铁具体 以便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地形 但是还是有一些地形特殊到 对履带都相当的不友好了 比方说二战的欧洲东线战场 那儿泥泞和松软的地形混合交织 一不小心坦克就会陷入其中 无法自拔 就像这辆最终被沼泽打败的T34一样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还真有的 而且是自一战开始 坦克刚刚被发明出来以后 它就是存在了的 方法只需要一根原木 当坦克的履带陷入泥毯之后 这根原木通常会从坦克的后背 或者是侧面取下来 然后横在车体前方推到履带下面 再用链条或者是钢丝绳 跟履带绑在一起 于是当坦克再次开动起来 履带就能在这根跨过 整个坦克宽度的原木的帮助下 从泥毯里面爬出来了 原始但是实用 汽车沦陷了 当然也是可以用这招第一 所以咱们就能看到 直到现在还是有一些像这样的木棍子 绑在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坦克的背后了 但奇怪的是 二战中的德国坦克 不也是要上东线的吗 怎么就没太见他们绑木棍呢 很简单 德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 永远都是科技与狠活 既然坦克容易限 就说明是履带的接地面积不够 那咱研发个能够加宽履带的装备不就好了吗 于是这个东西 T型的履带加宽一板就诞生了 不过从成本收益上来看 我还是觉得苏联的科技略胜一筹 你们认为呢 如果美国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M1A2阿布拉姆 遇上了俄罗斯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提奥斯阿玛塔 谁会赢呢 咱们先来看看纸面数据 活力上 M1A2装备着一门来自德国 莱茵金属的120毫米口径L44滑糖炮 可以发射目前最新一代的 M829A4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据说达到了能够在两公里处 穿透750毫米军制装甲的能力 而且还专门针对俄罗斯坦克常用的 爆炸式反应装甲做了优化 像是T90T80这样的坦克呢 穿透起来应该是毫无压力的 再来看T14这边 它的主炮从口径上看比M4的要略粗 达到了125毫米 所以弹压和粗速都会更高 用的则是自己看家的2A82-EM滑糖炮 公开的数据表示 配合其最新的真空系列穿甲弹 可以在两公里处穿透900毫米的军制装甲 你看穿甲能力确实要更好一些 但考虑到M1A2在最新升级的版本里面 也加厚了自己在炮塔与正面的倾斜装甲 使它针对尾翼稳定拓克穿甲弹的防护水平 分别达到了960和590毫米 因此T14的主炮直接跟M1干起来 还真不见得会更有优势 不过T14可以从射程上扳回比分嘛 当然用的不是穿甲弹了 而是反坦克导弹 跟M1不一样 俄罗斯的坦克准确说是苏联的坦克 从T64开始就可以直接通过主炮来发射反坦克导弹了 在10公里的范围内 俄罗斯最先进的3UBK21短跑运动员 只要来一次攻顶操作 应该还是会对M1造成不小的威胁的 毕竟那句话是怎么说的 first look, first kill 先见先杀 作为号称第四代主弹坦克的T14 在车载光电系统方面确实要更有优势 它是第一个把相控正雷达装在身上的坦克 也是第一个在炮塔里面完全就不装人的坦克 让躲在超后装甲的车身当中的炮手 也能通过电子眼和超视距指挥系统 来引导导弹准确的飞向目标 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它时 就丧失了战斗能力 另外正好提到了无人炮塔了 这绝对是T14最亮眼的一项创新 刚才我们也说了 M1发射最新的穿甲弹时 T90和T80都会害怕 但是T14至少成员舱是不用害怕的 这里的装甲采用的是第四代孔雀石 双重爆炸式反应装甲 其防护水平据说是超过了1200毫米均质装甲 看来M1唯一的下手目标 就只能是T14顶上那个没有人的炮塔了 所以从火力和装甲防护上看起来 好像是T14更胜一筹 那接下来咱再比比主动防护呗 T14是生来就有的 并且这趟系统可以通过各种转杀伤和硬杀伤 来干扰破坏拦截来袭的导弹 破甲弹火箭弹 甚至是动能极高的穿甲弹 那M1呢 以前没有 但现在有了 它将以色列开发的并且已经经过实战检验的 奖杯主动防护系统引入了过来 尽管技能栏里面缺少了防穿甲弹那一条 但考虑到它是真难过 而另一边目前只有PPT 所以在主动防护这方面 姑且认为M1和T14是不相伯仲的 好 那就再往下看 机动性 M1装的是1500匹马力的燃气轮机 而T14装的也是1500匹马力的柴油机 所以两者的机动性是相当的咯 诶 非也 得看它俩的重量了 随着M1不断的往自己身上加东西 最新的M1 A2 S1PV3已经来到了将近70吨的重量了 而T14继续维持了俄罗斯坦克的轻量化 只有48吨的重量 所以它俩要是真在路上飙起来 肯定是T14会更加灵活的 而且这还要看它俩是在哪飙了 也许有的地方M1是根本过不去的 比方说陷重50吨的桥 实际上 为什么俄罗斯的坦克一直都比西方的坦克要小桥呢 原因很大一部分还真的就是在桥 以及铁路方面了 俄罗斯的桥梁和铁路等基础设施 大多都无法承受50吨以上的重压 所以以前T72、T80、T90会受此影响 现在到了T14还得受此影响 你不能说造出一辆大坦克 却又无法亲自开去参战吧 以前坦克设计的逻辑是保护全身 因为成员既分布在车身中 也分布在炮塔里 那俄罗斯的工程师就有点犯难了 这又要多加装甲 又要装上足以计算西方坦克的大炮 还得要控制体重怎么平衡嘛 只能做小一点吧 这在T72上基本上就已经达到极限了 可西方的坦克却凭着自己的基础设施 好越变越大越变越重 现在你一辆体重已经比别人轻了快一半的坦克 还拿什么给人家PK呢 炮马加不上去了 装甲也加不上去了 难道就只能认怂了 你别说 人有的时候是要被逼逼才行的 俄罗斯的工程师们突然就意识到 既然只有大炮和人员最重要 那咱们为什么不将大炮和人员分开呢 大炮还是要上最大的 这个重量咱不能牺牲 而人员全都坐进车身当中 这里我给你们安排最后的装甲来保护 至于炮塔嘛 由于是遥控操纵 防护就不那么重要了 可以减轻装甲 这样不就完美平衡了吗 所以T14的机动优势呢是怎么来的 好了 火力更优 防护相当机动灵活 这么看起来 T14打M1颤抖的应该是后者咯 我们一开始就说了 以上都是纸面数据 实际上情况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管是单挑还是裙甲 单挑 由于M1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服役了 所以从车辆到人员都是经验丰富到不行啊 加之美国这么多年来 就根本没有闲着 实际操练的时间也比俄罗斯多了去了 两者比起来 一个是老司机 一个是驾照还没有考出来的小萌新 怎么打嘛 另外M1这个平台啊 底层基础呢 还是纯机械 纯人工的 哪怕这么多年 添加上去了很多的电子和自动化设备 但你看它装弹不还都是在靠人手吗 所以可靠性就非常的高 哪怕所有电子设备 包括瞄准系统都被破坏了 只要人的眼睛还能看得见的话 依然是可以开炮的 再反观T14呢 它就是硬币的另一面了 对摄像头 对传感器 对雷达 对各种各样的电器系统的依赖程度呢 非常高 说的不好听一点 偷偷摸摸爬上炮塔 用一罐喷漆 都可以将它撂倒了 诶 那如果是打群架呢 就更没得打了嘛 美国陆军当前正常运营的 各种版本的M1呢 应该是超过了2000辆的 而T14 基于俄罗斯此前和目前的经济状况 生产一拖再拖后 直到现在 还都没有真实入列呢 另外 现代坦克战 就真的只是坦克打坦克吗 当然不是啊 还得要看军队整体的战场管理能力 比如来自卫星 无人机 战斗机和地面人员等多个方面的 信息整合 分析决策等等 只有坦克好 那是远远不够的 好了 智商谈兵呢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说错的地方 就请大家帮我纠正和补充吧 我是火箭术 关注咱们下期再见了